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哪呢 赶紧给我回来 我在家等着你 我觉得我妈也听似的 都跟她说了多少遍 不知道她去打牌 她偏去 怎么就不听了 不哭 奶奶 我回来了 奶奶 我回来了 妈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让你去打牌 不让你去打牌 你怎么就不听了 奶奶 我就出去一会儿 一会儿 你说得挺紧 你就出去一会儿 你说 你把小宝一个人 放在家里多不安全呀 万一 万一人家 要是把小宝抱走了 怎么办呀 哪有那么严重呀 这我走的时候 小宝她也睡着了 再说了 我把咱家的门都锁上了 妈 你说得好听 你把门锁上了 那你也不能把小宝 一个人放在家里 我回来的时候 小宝嗓子都不哭咬了 岚湾 你别说了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出去打牌了 以后 娜娜 妈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问问你妈 妈 到底什么情况呀 我就是 看小宝睡着了 把他放在家里 我出去 打一会儿牌 什么 妈 你说你把小宝一个人放家里 你出去打牌去了 我就出去一会儿 是小智他叫我的 你放心吧 以后妈再也不出去了 妈 那一会儿也不行啊 这小宝现在还小 你把他一个人放家里 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下次 我一定改 妈 你还想有下次呢 你说说你 你都保证多少次了 可是你又一次做到过吗 是啊妈 我告诉你啊 这是最后一次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你就回老家吧 你放心吧 妈想你保证 不会再有下次了 奶奶 你别生气了 你赶快去休息吧 来 我抱着小宝 行了 那我先回房间了 妈 你说你这样做 你这不是让她生气吗 啊 儿子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哎呀 我去看看奶奶 新宝咱们走吧 向你妈说就说 那行吧 妈 那个抱着小宝呢 是啊 我和奶奶我们俩出去一趟 哎 你们两个放心她出去吧 我在家 看着小宝啊 那行 妈你在家可要把小宝照顾好 我们就走了 放心吧 我会的 那行 咱们走吧 我打嘴子呀 我越看越喜欢 真好 在家奶奶陪你 跟你玩 哎呀 这小宝呀 终于睡着了 来 在这躺一会 让奶奶歇歇 哎 10秒了 喂 汪神 在家干啥呢 啊 小波呀 我在家看好大孙子呢 三天一就查你了 小波 不行 今天我就不去了 我在家看好大孙子呢 我孙子呀睡着了 那正好 把她放家里 反正她很小又不会跑 哎 那也不行 小波 这我儿子和我儿媳妇 他都出去办事了 他回来了 又该说我了 我们 三个人就查你了 一会儿你打两马 小子来了你就走 小波 哎呀 别小波了 赶紧来吧 那好 再 再说好了 我就打两局 我就回来 行行行 赶快来吧 好 你们等着吧 哎呀 小宝也睡着了 我出去 我儿一会儿就回来 应该没事的 哎呀 别让他们等着急的 这 这名字怎么开的了 快进去看看 妈 妈 妈 哎 这孩子和妈怎么没在家呀 是啊 估计啊 去溜班去吧 哎呀 那个 废宝 你赶紧给妈打电话 让妈带个小宝回来吧 你看天也不早了 哦 行 我要给妈打电话 喂妈 你去哪儿了 哎 我在外面玩一会儿 玩一会儿 妈 你快回来吧 这外面天冷了 你呀别让小宝感冒了 你赶快抱着他回来 喂 儿子 这小宝在家呢 我没冒 什么 不是 妈 这小宝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你去哪儿了 你 你 你不会要去打盘去了吧 没有钱啊 噓 儿子 我现在就回去 到底怎么了 还怎么了 小宝找不到了 没在家 好好好 我现在就回去 我问你 小宝去哪儿了 来了 走 咱们赶快去找 奶奶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天了 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说了 我孩子去哪儿了呀 你陪我孩子 我知道 都让我走 你放心 我以后 我以后再也不属于搭配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你陪我孩子 你把孩子都陪着我 你陪我孩子 奶奶 奶奶 你先别激动 现在这样总之办吧 走 咱们俩现在去报警 谁啊 卉卉 你报警 你报警这是 蓝蓝 尊宝 你们吵什么呢 卉卉 这 这孩子 怎么在你那儿呀 尊宝 你还知道说呢 刚才啊 我路过你们家门口的时候 哎 这怎么有小孩的哭声呀 怎么没也没关呀 你看 这孩子怎么这么大黑面呀 婶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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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也没有人呀 看这孩子哭的 这孩子啊肯定是饿了 我啊 先报我家 先给他亲眼奶粉做 你他们呀没回来啦 你再给他们呀送回来 卉卉 真是太谢谢你的话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来了 不用客气 赶紧看看孩子吧 卉卉 这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呢 我们 我们都准备去报警呢 好没事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行 那谢谢你啊 好 妈 你说说 这一次又不是因为会委呢 这孩子丢了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儿子 你别说了 这次 妈真的知道错了 你放心吧 以后 妈再也不搭配了 妈 你觉得你再这么说 还有意义吗 我们还会再相信你吗 你啊 也不用给我们看孩子了 你还是走吧 我们家不需要你 奶奶 我 行了妈 你就别再说了 你说着你 来到我们家给我们看孩子 给我们做出多大的麻烦呀 走 我送你回家